1月14日 鸿海短中长期外资群筹码分析 作者 Ada 影片开始前 请先按赞 分享 留言及追踪 1月17日也就是下星期二是台股最后的封关日 也就是剩两个交易日 上星期三 四 五台股容易开高走低 道理也是很好懂 因为今年春节放十天假 有一些融资的投资者会在过年前卖出 还有一些因为被洗脑的 说长假孔国际有变 要现金未亡 入贷未安的 这些人也是会卖 这些人会在过完年后一阵子后买回 我说过 如果你会因为害怕放个十天假 就觉得公司有问题 那你在放十天过年长假时 快点去人资那说自己要离职 和人资说 长假孔国际有变 我要把薪资先入贷未安 劳动力未亡 过完年后如果公司没有倒闭 我就回来再工作 什么 你说这样太蠢 现实生活中没有人会这样干 这不就得了 现在你终于知道那些细腻脑叫你长价钱 要卖出的人有多坏极愚蠢了吧 现实生活中你不会干的事 结果在股市中就会干 影片第一段 我们来看一下红海的筹码面 目前外资群已经卖到2019年第三季左右的水位了 那时红海股价73.2元 在外资群卖完100多万张后 目前红海股价98.6元 大家可以看统计图 外资群卖到一定的程度后 就会开始买回 每当外资群卖到最后阶段时 都会使出让股价表现很弱势的伎俩 目前外资群卖了113万张 想要再卖的张鼠有限 现在花旗及美龄也连续的再买回 之前卖出一大堆的外资群 现在应挤出来卖 刚好让之前卖出的花旗及美龄买一些回来 这些外资群都是卖了几万张到十几万张 所以买回来的力道一定是很大的 那些原本卖出几万张 十几万张的 他们卖方的力量已经很弱 想要硬找股票出来卖 也没有多少能卖 尤其最近台股在升值 从32.3元升到30.3元 外资群最近又开始在买超台股 红海市台股第二大全值股 2022年外资群卖了1.2兆 在2023年前九个交易日就买回了955亿 如果台币再升 外资群就会持续的买回台股 自然也会把113万张的红海买回 大家看目前红海的情况 外资群只要少卖一点就涨了 道理很好懂 目前红海银含净值108元 净值104.53元 股价98.6元 股价在净值以下10%左右 很多试货的人现在一定是一直买 外资群如果要买回台股 1.2兆这么大的资金 完全不买红海 我是不信他能顺利的买回的 影片第二集第三段来看一般讨论区网友的问答 大家在听一般讨论区的提问及一般讨论区网友的回答时 你可以自己听看看他们的观念哪有问题 如果你听不出来 代表你程度有限 还要多恋恋 如果你一听就知道他们的问题在哪 代表你的股市知识及尝试已经到了一定的程度了 当你程度很好时 你眼前望出去 就容易看到一片一望无际的韭菜田 文章主题内容如下 1.鸿海短中长期外资群筹码分析 2.话题本经小的操作方式和选股策略1 3.话题本经小的操作方式和选股策略2 这一周外资群卖超红海14332张 投信卖116张 自营商买724张 三大法人卖超红海13724张 红海股价上涨0.2元 股价收在98.6元 外资群持有红海股票余额567.68万张 持股比率来到40.9% 外资群近一年半以来持续的卖超红海 卖了红海113.47万张 红海股价从124元跌到98.6元 合计下跌25.4元 扣掉两年配出的股息4元及5.2元 实际下跌了16.2元 看一下外资群从2019年第三季到2023年第一季的筹码进出情况 2019年第三季卖13.1万张 红海股价下跌4.2元 股价收在73.2元 外资群持有红海股票余额来到564.3万张 和现在的567.7万张仅差了3.4万张 当外资群卖到仅剩564.3万张时 前面的卖盘就是未来的买盘 接下来外资群光是一季就大买了83.3万张 在外资群买83.3万张前 红海股价表现就和现在一样 外资群每天在那演戏 每天让红海很弱的样子 一般讨论区的网友就在那疯狂的酸言酸语 当外资群买了83.3万张红海后 股价来到90.8元 之前红海因为会配股票 所以股价很长一段时间在70到90元 很多人觉得70元是底 90元是顶 那时红海的净值在83元左右 股价来到90.8元时 刚好就遇到了百年一遇的COVID横线19 外资群投信散户疯狂的卖 大家都觉得红海股价死定了 是的 结果2020年第一季外资群仅卖出25.7万张 三大法人卖出29.3万张 红海股价就下跌了21元 把2019年第四季上涨的部分全数吐回 股价收在69.9元 这时散户就会说 你们看吧 70元买90元卖好轻松 其实百年一遇的COVID横线19是可遇而不可求的 接下来外资群在2020第二季再卖2.81万张 三大法人卖1.52万张 股价上涨16.4元 红海股价收在86.3元 大家就能看出来当市场恐慌时 你可以用多甜美的价格买到 一堆傻子把手上的股票已低于净值15%的价格卖出 在2020年第一季买到的人放了几年后 至少都赚了70%到80%了 时间来到2020年第四季 外资群卖超5.53万张 红海股价下跌8.9元 这时70到90元的人又会说 你看吧 涨到90元后又跌回到77.4元了 那时外资群持股为613.8万张 接下来2021年第一季及第二季分别买了20.4万张及52.3万张 合计72.5万张 红海股价上涨46.6元 股价收在124元 外资群持股余额685.4万张 从2021年第二季开始 外资群每一季都卖出红海 分别在2021年第二季卖出5.22万张 红海股价下跌12元 2021年第三季卖出17.1万张 红海股价下跌7元 2021年第四季卖出18.9万张 红海股价下跌1元 2022第一季卖出17.9万张 红海股价上涨2元 2022年第二季卖出830张 红海股价上涨3元 2022年第三季卖出6.6万张 红海股价下跌7元 2022年第四季卖出41.8万张 红海股价下跌2.1元 2023年第一季卖出5.87万张 红海股价下跌1.3元 目前外资群持股余额为567.7万张 和2019年第三季持股余额564.3万张 仅差了3.4万张 那时红海股价73.2元 现在是98.6元 这四年红海配出了4元 4.2元 4元 5.2元 合计配出17.4元 差价上涨了25.4元 股息配了17.4元 合计42.8元 合计赚了58.47% 有一些人觉得中长线投资红海很笨 觉得目前红海股价跌破100元了 所以我会很惨 其实这种人就是天真了点 长期下来 你投资红海就是能赚这么多钱 你完全不需要什么很神的技术 单纯就是买了 然后放着 红海能给你这么高的报酬 这也是天经地义 近四年红海赚了8.32元 7.34元 赚7.34元 这一年就是红海遇到百年一遇的COVID 横线19 市场当时都觉得红海死定了 结果就是获利少了10%而已 接下来赚10.05元 2022年前三季赚7.32元 理论上第四季能赚3到3.6元 所以2022年可以赚到10.3到11元都有可能 我就当2022年红海仅能赚10元 四年下来红海真金白银赚了35.71元 比刚刚的42.8元多了7.09元 差不多就是多10% 为什么会多10%呢 是虚幻的差价赚的吗 当然不是 这是当初有傻瓜已低于净值15%卖出送你的 现在的情况 又有傻瓜把红海已低于10%卖你 你不敢买的话 我是不懂你在和别人投资什么 有一些鲁蛇都是选现在出来酸言酸语或叫快你快逃 我说这种人是鲁蛇 他听了还不开心 还在那呛他去年赚了200万 我只能说 光红海给我的股息我都不只赚200万了 不要忘了 红海的股息仅是赚到配出来的一半 另一半还在红海中 当别人啥事都不用做就能赚比你多时 而且很自然 很平稳的一直赚下去 你就该知道你弱 也许某一年你可以赚一些钱 可以出来摇摆尼尼的觉得自己厉害 但更多的时候是闭着嘴躲在棉被中哭 别人光靠时间就能一直稳定的赚到钱了 根本不需要什么一副很忙 很神的买来卖去 我可以一直很持续的赚下去 而且会越赚越多 这底气就是基于红海能34年获利 34年配息 近20年获利有10% 我想厉害一点的人应该注意到了 现在外资群持有红海的水位 是在当初快要买进的位阶了 当初还没有买100万张前 股价在73.2元 现在把100多万张卖完后 股价在98.6元 现在外资群就是在做最后的攻击 所以表现得非常的贱 只要开始一买 股价很快就会回到净值 而且这100多万张买下去 涨个50 60%以上都有可能 现在还有傻瓜在叫你快卖或快逃的 你就把弱贴到他头上 真的是弱到爆 小学的加减法可能没有学好 连100加10等于多少都不知道 现在股价是红海净值以下的10% 红海一年能赚10% 一年后你能赚多少 这么简单的是 你叫你小学的小朋友都算得出来 还有一些自称高学历的 在那当现先 拿着三角尺及原规自觉天下无敌 看了真的是令人无语 一句话 真的是超级弱 最近因为过年长假 封关日是1月17日 接下来要放10天假 一些融资有弱点的 就会选择在放价前夕卖出 最近几周融资有少量的在减少 就是因为放10天假 融资利率6.5% 这样太伤 所以会选择在过年前先跑一趟 红海中的融券则是仅有502张 我和大家说 一些常常在酸言酸语的 他们单纯就是太闲 嘴巴很贱而已 他们也知道你投资红海用时间就能稳赢 所以也不会有人有胆去放空 红海 放空红海 你比持有台湾50反义还惨 台湾50反义你持有一年平均会赔9.33% 你放空红海一年至少赔10%起跳的 你有九条命也不够你死 通常来到我这边看文章及影片的人 就不会去使用融资这么愚蠢的金融负债 红海一年资产增10% 配出5% 结果你把6.5%给了券商融资部分 你是哪里有毛病你可以去信贷 你条件好一点的 谈到1.8%到3%之间都是有可能的 如果你手上有股票 你就把股票拿去直接 借到的利息还能在2%以内 以元大政经来说 目前股价值压的利率还是在2%以下 来到1.97% 有时候如果你不懂 你去问一些你券商的人 他会直接和你说6.5% 这种就是骗你不懂直接及融资的差别 那种营业员你就快换掉 他收了你的手续费 还把你当傻子 大家可以用自己的券商 测试性的问一下直接费率多少 如果他和你说6.5% 代表他把你当傻子 你就花一点时间去换一家新的券商 不要再让他赚手续费了 股票直接及融资最大的差别在于 一个是你手上要有股票 然后拿股票当抵押品借钱 一个是你手上没有股票 你直接出4成的资金 像券商借6成 融资的杠杆是开到2.5倍 通常你用股票去执借 最多就是借6成 两者的杠杆比例也是差很多的 一般人拿股票去执借 然后买了股票再把股票会进去当抵押品 这样维持率就会大幅的提高 通常你融资借钱 券商给你的维持率会是在130% 所谓的维持率很好懂 银行借你钱怕拿不回来 所以会设一定你抵押品的价格下限 如果你股票的价值低于你借钱的1.3倍 他们就会叫你不钱 不然就会断你头 白话文就是你借了100万 当你的股票总值低于130万时 券商为了保护自己 就会强制卖出你的股票 这就是俗称的断头 很多散户融资很容易被断头 道理很好懂 因为融资就是开2.5倍的杠杆 意思就是你有40万元 可以借60万 然后买100万的股票 当你手上的股票从100万跌到 甚借款60万的1.3倍 也就是78万 就会被催缴 也才下跌22% 你就会被催缴 这在实物上还是很容易发生的 当你使用直借100万股票 借60万 合计持有160万的股票 维持率每间券商不同 有的是涉140% 有的是涉130% 如果是涉140%的 就是你的股票价值 要是你借钱的1.4倍 你借60万 那就是当你的股票总值剩84万时 才会被催缴 如果你买100元的股票 一张10万 总共拿10张值100万借了60万 然后再买6张 这样你合计就会有16张 16张原本100元的股价值160万 跌到仅剩84万 那股价要跌到52.5元 这就是两者的差别 一个要跌到近五成 才会有维持率的问题 大家不要忘了 刚刚我是用比较高的维持率 140%算的 融资因为开的杠杆大 所以券商只能给你130% 这样你一用融资买 维持率就是167% 如果只借维持率找得到130%的 以刚刚的条件再带入 借60万的1.3倍是78万 16张 一张值10万的股票 股价要跌到48.75元 就是是跌到51.25% 如果你选到一档股票会跌到50%以上的 你的基本面积产业面真的太弱了 你只要找得到符合以下要点的 获利稳定且持续 连续配息 有竞产力 有远景 股价不能距离净值太远 高股本 大市值 几乎不太会跌到5成 我们统计大型全值股跌超过5成的 几乎清一色都是净值一点点 股价涨到天上去的成长股 不然就是景气循环股 获利不稳定且持续 也不会连续配息 一般散户不觉得融资危险 觉得直接危险 那你真的就是太嫩了 这一周鸿海的吉保股权变化如富途 股东人数增加3122人 股东来到86万014人 这一周一样是增加在0到10张的散户 这一次会不会在外资群大买100万张后 散户又快速的减少 那就要看买到的人是不是货了 我相信涨个两三元后 股东人数就会减少 也许涨到110元 股东人数就会少到变80万 这就是一般散户的悲歌 觉得一买一买好灵活 觉得这样才是最棒的 结果别人买了后不动 一年能赚10% 重点是因为鸿海能每年赚资产的10% 用时间就能稳赢 所以可以薪资 奖金 股息 信贷 职借 理财型房贷再投入 这会有效的放大报酬率 我说过 在稳赢的基础上放大杠杆是加速财富自由的速度 如果你还无法在股市中找到好的标的 可以稳定获利的策略 那你放大杠杆就仅是找死 有一些人说使用金融负债是找死 大家看一下台湾50成分股中的个股 哪一家没有使用负债的 台积电负债比40.7% 国泰金负债比97.4% 看到大家觉得最安全的金融双雄 富邦金等于就是100元的资金 自我资金只有5.3元 国泰金更扯 100元的资金中 只有2.6元是自有资金 那些存金融股的人 觉得使用金融负债是找死 他自己在存杠杆开20倍的金融股 也许他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存的金融股 开了20倍的杠杆 那金融股开20倍的杠杆很危险吗 我是觉得也还好 因为银行就是接受存户的定存 然后放款 现在定存一年1.47% 也许银行就抓个0.5%的利润 放款1.97% 然后向上面直接那个 设定一个维持率 当客户的股票价值维持率低于借出款项的1.4倍 也就是银行借你50万 如果你的抵押品价值低于70万 银行就会叫你补钱 这样的风险其实就是很小 银行就是基于稳赢的情况去放大20倍的杠杆 所以银行业会是一般人的存股标的 别人使用了20倍的杠杆都能找到稳赢的策略 结果放大个6成就有人在那说找死 我是不懂那些人的程度到哪 有时你试着去研究一下企业 银行的经营情况 你就会知道金融负债使用的好 这是加速自己财富自由的速度 如果你什么都不懂 那就是加速你破产的速度 一般讨论区网友说 我打算只有5到10档股票 每档大约占可投入资金的10%到20% 本金不高的情况下 有些高价股80到100元左右的 我实在没办法一次买下一张 直接买入一张的话 差不多占总资金的20%左右 就不太属于分散风险分批买入 零股的话 成交速度又慢 价格有时候又比较差 对于价格差这点好像无解 一直在思考 台股如果不是做当冲 有没有盯盘几个小时的必要 还是本金小 做波段的话 就看开盘后30分钟 收盘前30分钟 甚至尾盘也不用看 等收盘后再检查一遍 自己观察的个股就好 去年第三季有赚整体7%并脱手 买了大概6到7档 但去年12月到现在反而赔10%账面 只买四档赚钱的那些是买金融股 赔钱主要原因是买入一些低价电子股 没注意到是牛皮股只会缓跌 加上买到最近风波一堆的食品股 没有及时脱手 买入后就报新闻 没有跑 那时候认为只是炒作 还有一个是尝试当冲马桶股失败 没跑 原本想跑 结果别人建议不用 多等几天就一直跌 这个目前一直留着当警惕 这些买入赔钱的股票 原本不在我的股票库里面 是因为换了投资想法才做这些股票 因为股票库里的高价股实在买不下去 这部分赔钱问题已经清楚了 但因为还没找到其他适合的标的 所以赔很多%也继续持有 本金小的情况是比较适合波段追涨 持有几天 还是零股相对低点买入 持有久一点的波段 追涨的话似乎要一张一张买卖才容易脱手 零股的话遇到日内价格波动大的话 很难及时脱手 除非接受比一张一张买卖更差很多的价格 这样看来 本金小的情况下 是不是零股分批比较适合 而且不要高位追涨 当然台积电那种零股非常活跃的 应该还是可以这样玩 目前检视自己的错误 比较多错在不敢买入高价股 结果高价股反而缓缓上升 而选择低价且财报表现不错的股票 结果反而缓跌 搞得很不爽 也满想问金宝看起来财报不错 财报狗大部分的财报说明也偏向这个股票会上涨 结果却一直跌 一定是有哪里我没注意到问题才这样 但是目前我看不出来 哭哭 A大回答 这个一看就知道还是个在摸索阶段的股市菜鸟 策略中充满了错误的观念 当你在听他的描述时就能听出他的问题在哪 代表你已经进步很多了 如果你听他的描述 听不出他的问题在哪 那你可能也还在右右班 抽空时多把之前我的影片及文章多看几遍 有人问我的部落格在哪 每一部影片下面我都会把相对应主题的文章连结放在下面 我们先来看一下他的错误在哪 他在买股票时 还是凭感觉 凭直觉的在买 明明没有多少资金 结果在那分散投资 他也不懂分散投资的目的是什么 单纯就是觉得这样可以分散风险 但是你买一档不懂的股票和你买十档不懂的股票 我是不懂这哪里是分散风险了 而且他也常常在那换股 资金这么小 对公司基本面也不了解 以他最后一段描述金宝的情况 他对公司的基本面也不熟 结果就一直在那平凡的换股 因为他没有所谓的基本面 产业面当基准点 所以他不知道什么时候该止损或卖出 就只能凭感觉 凭直觉 有一些个股赔钱了 他不卖出 就拿一个理由说留下来警惕自己 这单纯就是在那找理由 妥妥的买卖都是凭感觉 凭直觉 再加上他在买股票时会分多少以上是高价股 太贵的股价的公司不买 这样的想法也是严重的错误 一家公司值多少钱 和他的股价有啥关系 公司净值100元 股价当然要值100元以上 如果你常常买鸡蛋水饺股 要么就是公司不赚钱 不然就是把赚到的钱都配出 所以净值很低 在现实生活中你会去买一间不赚钱资产很低的店 还是很赚钱资产合理的店呢 公司如果会赚钱 然后把一半赚的保留在公司 净值就会越来越高 自然股价就会越来越高 如果都买鸡蛋水饺股 买到不赚钱的烂公司几率自然很大 这个问题其实就是可以透过基本面 产业面找出基准点 不需要单纯看价格高低决定要不要买 他文中有提到买到股票因为股价牛皮 股价缓跌 所以觉得自己买错了 这也是一个明显的错误 公司的价值和股价不会有太大的关系 不能因为股价下跌而觉得公司没有价值 如果觉得价格下跌就没有价值的话 你告诉我你家的房子在哪 我找一百个 一千个人去开价你的房子 值两千万的房子 我们一百个人就只会开最多两百万 这时市场说你值两百万 你就快把房子卖我吧 现实生活你不会这么蠢 结果在股市中就会这么蠢 股市中存在短 中 长线的人 也有投机及投资的人 有不同智商的人 有理性 有疯狂 有的资金有弱点 股市短线本来就是零和游戏 你死我活 有心人会透过价格让你把值钱的公司键卖出来 当他买到后 他在高价卖出 这样就形成了一买一卖 以鸿海来说 外资群卖了一百万张后 现在每天就在那演戏 在那压制 这些是在三四年前我都看过了 敢让鸿海股价连十四跌 大盘大涨 红海不涨 大盘平盘 红海下跌 大盘下跌 红海大跌 最近更是大盘大涨 红海下跌或平盘 反正外资群卖了红海一百万张后 他们就是会压制 会灌杀 不希望红海上涨 如果你看到股价下跌 就觉得公司没有价值 未来外资群从你身上用件价买回后 他们就会一直拉抬 而且会调升平等 放消息 买新闻 反正就是会让股价大涨 然后让你买单 这样就能完成一买一买的交易 一般讨论区网友回答 我也是本金小的过来人 刚出社会 身上了不起一百万 你想赚钱 因此你可能会选择高风险的股票 看对方向赚得快 看错赔得也快 说真的 你本金小 就算你是天选之人 看对几次让你本金翻倍 从一百万变两百万 然后再变四百万 也不太可能一直顺下去 总会有逆风局 当年因为本金小 我选择较高风险的股 台积电牛皮成这样根本不想玩 但本金小最怕的就是本金亏掉 标股虽然喷得快 但崩得也快 要知道本金一百万亏到五十万是百分之负五十 但你剩五十万要回去一百万 你的绩效的需要百分之一百才能收复失土 假如你只是要赚一年百分之二十左右的绩效 对本金小的投资人来说 那我只能推正二了 指数长期向上 正二也是 放着长期不怕输 长期投资来说风险较小 再来就是现金流允许的话 可以考虑借信贷 建议找百分之一到百分之二利息的资金 百分之三以上不考虑 把未来的资金先挪到目前使用 放大自己本金 根据life silly investment年纪轻 最好是将杠杆放大到自身资金的两倍 中晚年再陆续将杠杆到一倍 原本一年赚二十万 你会需要百分之二十绩效 但假如你多借一百万 你只需要百分之十绩效就可以达到了 这时候你可以选择更稳健的标的来实现 毕竟本金小最怕亏本金 好了 说了这么多 我现在已经脱离小本金的当年了 以前小本金真的时常当冲抽差 因为没钱交割 只能一次玩五张台积电当天买当天卖 当时想着台积电不会锁涨停或跌停 所以一定出的调 然后又能赚手续费折让 嘻嘻 不过当年当冲时常让我赚便当赔国产车 哈哈 本金小的各位 你们再怎样也不要当冲啊 说真的 这跟赌博没两样 劝势一下 A大回答 这一位一般讨论区的回答算是有几个不错的观念 一是劝新手不要当冲 他是以自身赔钱的经验和新手说会赚小赔大 原理我说过很多遍了 短线交易中存在稳赢的政府及券商 你越是频繁交易 你赔的越多 以鸿海为例 如果当初你在鸿海一百元以上玩当冲 一口价是0.5元 也就是0.5% 如果隔日冲的话 政府交易税0.3% 券商手续费买及卖各0.1425% 一买一卖后手续费也要0.283% 一来一回需要0.6%的成本 但很多人券商手续费都会打折 例如6折 更好的还有28折 手续费就会变0.1%到0.2%左右 所以隔日冲的总交易成本 就会是0.4%到0.5% 如果你每一次隔日冲 都是以0.5元为目标 你赚0.5元的差价时 等于就是帮政府及券商打工 如果你赔0.5元时 再加上交易税及手续费就赔一元 你要做对两次赚一元 才够你赔一次输0.5元 你就知道这有多不公平了 这时有人说 当冲交易税减半 当冲一次的话 交易税只需0.15% 手续费28折的话 只需要0.1% 这样当冲的成本就是0.25% 鸿海一口价0.5元 这样可以赚0.25% 那我们来真实的演练一遍 你当冲一次赚0.5元时 扣掉交易税及手续费 你就是赚0.25元 如果你赔一次0.5元 不论你赚或赔 你还是一样要付0.25元的手续费 即交易税这样你就是赔0.75元 看到了吗 你当冲要成功三次才赚0.75元 结果你只要赔一次就赔了0.75元 这就是为什么当冲及隔日冲会赔钱的原因 以几率来说 你正确及错误的几率是二分之一 也就是说 正常来说 你会做对一次 做错一次 时间越久 做的次数越多 就会越趋势对击错各一半 结果你做错一次 需要做对三次来补 时间久了后 你当然是稳死 这有啥好说 除非你有过人之处 看得出股价的涨跌 不过短线的股价是随机的 想要100%预测 这是不可能的 如果你能精准的预测股价涨跌 你就不需要玩股票了 就去买乐透就行了 乐透开奖也是随机 的可以猜出短线股价涨跌 你就能猜出乐透开几号 这位网友还提出了另一个观念 就是使用金融负债放大杠杆 这观念是正确的 但有前提 就是你要能稳定的在股市中赚到钱 而且自我心里面健全 基于稳赢的基础下放大杠杆 这有利于加速财富自由的速度 至于这位网友推振2ETF 这就是菜鸟的行为了 确实长期股市事项上 你投资大盘会赚钱 是天经地义 但你买了ETF中的振2 那是愚蠢的行为 以台湾50振2来说 每年会吸你写1.27%的管理费 因为振2是买期货 所以转仓费 管理费会特别的高 你长期投资 要每年被吸1.27% 以去年台股跌30% 你买了振2 至少就会损失50% 这还不包含手续费 及管理费 以台湾50振2来说 最高来到152.45元 最低来到73.65元 下跌了78.8元 跌幅51.68% 如果你又是透过 直接或金融负债开一倍 你大概已经赔光了 当你开杠杆时 不要以为下跌52%后 你还能抱住 你自我心里面 不一定这么健全 就算你自我心里面健全 你也要考虑你身边 是否有有足以影响你决策的人 如父母 伴侣 同事 亲友 等 你买了后 他们会比你更关心价格 有的还会在下跌时逼你卖 不卖就要和你离婚 不然就说你是败家子 同事则适当笑话 常常笑话你 身边人的程度 也是自我心里面 很重要的关卡 所以平常要把我的文章 及影片分享给身边的人 不然他们容易在很悲观时 成为压垮骆驼的 最后一根稻草 文章出自A大个人股市观察记录部落隔篇 快点快点快点 好害啥吧 好害啥吧 摇滚去了朋友们 拿出你的热情来 好害三百 好害三百 好害三百三百三百 加油加油加油